主席,刚才尹兆坚说以偏概全 其实大家市民都听到 谁以偏概全地批评警队依法执法呢? 其实大家市民近日都看到很多冲突的画面 也都见到警察非常之辛苦 为我们守护着香港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希望警察继续努力加油 主席,回到今天的议题 主席,从2月起,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 至今已经四个月 香港从分化走向撕裂 从撕裂走向内斗内耗 所以不论阶层、背景的人都非常唏嘘 难过之极 既为香港痛心 也都为香港前路忧心着急 当下社会的分乱冲击 极需要各方正视 也都予以尽量的平定收服 张华锋议员所提及恢复社会秩序的动议 其实与上星期的内容完全不同 确实提供了机会 让议会可以及早进行辩论 以助香港市民 形式思考香港如何继续走下去 反对修例的人士 先提出将条例草案押后审议 特区政府未能充分和全面就条例草案进行游说 解说未能消除大部分市民的疑虑 反对者及后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 提出五个主要的诉求 民建联必须指出 第一 我们一贯是支持条例草案的收定 这个立场是无变 特区政府修例的主要目的 是要为处理台湾杀人案提供法律基础 彰显公义并让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接轨 共同打击跨境严重罪行 第二 我们在协助陈同佳受害者 超说沉冤的决心不变 到现在 纵使条例草案是不能够继续 依然是不变 民建联将继续努力 寻求一切可行的办法 协助受害家属 第三 鉴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为避免社会进一步撕裂 或者令到更多市民因此受伤流血 特首暂缓条例 并就条例引起的社会纷争而致歉 民建联尊重理解行政长官将条例草案暂缓 而政府上上下下已经多次表明 相关的立法工作已经停止 社会各方应该冷静向前看 接着我亦都要再为警队打气 香港警队一直是秉持专业 黑制压止罪行 打击罪行 不畏强权 不具羞辱 不辞劳苦 坚守治安 你们都是我们香港的好仪女 亦都是维护我们法治的先锋 即是现在是你们艰难的时期 其间真的受到不少的屈辱 但是你们不是孤单的 得到我们广大拥护繁荣稳定市民的 充心支持 我们充心敬重这一队优秀的警队 任何个别的事件都不能够抹杀警队 为香港所承担和付出 主席香港往哪里走 其实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要停止内耗 而内耗和分亂的平复 第一步是要从加强深化沟通开始 香港各方面 不论男女老幼 不同的背景都必须认真 冷静客观严肃地思考和分析 回应张华峰议员这个动议 球大同 传小宜 需要知道破坏是可以靠仇恨 但是建设是需要连愿心血 香港是我们的家 我们不要毁灭它 引归有成 让我们先冷静下来 踏实地冷静一下 好好地想 是不是香港继续这样是好呢